嗨 大家好 我是羅賓 羅賓水族到你家 今天到誰家呢 今天來到文洋的家 然後我們水草的一些高手也一起過來了 我們今天要來幫文洋這邊 改造他的水草缸 我們順便來看看文洋他家 到底種有多少缸的水草缸呢 超可怕的 很多啊 那我們就過去看看吧 文洋 你家到底有幾缸啊 目前五缸 五缸 想要再多一缸 嚇人啊 那可以幫我們做個導覽嗎 你現在有幾缸 這一缸的話目前是 六十三十三六標準的 然後裡面只有放一顆 塵馬配吸化器 這也是羅賓裡面有教到的 然後再來就是LED的電燈 然後下面的話 因為他沒有過濾 所以說下面的話可能就是CO2 然後打氧氣的 因為在冬天 在夏天的時候 黑客家很容易在晚上的時候缺氧 所以說就是會有放一些打氧氣的 就是有備無患 那這一缸這邊就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 所以算是比較陽春一點 可是卻又能夠達到他基本的需求 對 因為我可能換水比較前老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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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時間可以換水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這一缸 也是一樣 一樣是LED 然後打氧氣的 然後再來就是塵馬配吸化器 就只有這樣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下面沒有任何 下面寫過 而且這個的氧氣還是從另外一缸分出來 所以他也沒有特別的氧氣氣 那這一缸的話就是那時候在試驗 比較強的過濾 所以下面的話會有 會有一顆馬達 水路馬達 然後兩個前置桶 然後再來就是一組氧氣 打氧氣的 然後是連打兩缸 然後還有 水路 再者就沒有了 沒有了 對 就這樣 就這樣 就出入水孔 還有外置誤挖器 喔外置的 就是接在出水孔那邊的外置誤挖器 然後再來 對這邊就沒有任何設備 然後這一缸的燈也是用LED的 嗯哼嗯哼 啊目前這一缸的話 細砂缸的話 跟前面兩缸一樣 下面 就 嗯 C02 然後 打氧氣 嗯哼 然後上面就是用LED的 銅燈 因為銅燈我會個人覺得 照沉默啊 或是細砂缸的話 它會顯得比較通透比較亮 然後上面會覺得是全空的感覺 有一種儀式感 嗯哼哼 然後這裡面 對這裡面也就只有這樣的設備 那這一缸的話 用現有的素材開出來的一個 草皮缸 那上面一樣是 嗯 LED 然後過濾的話是用 MA650 剛好家裡還有生一顆 然後後面裡面也就是用650吹吸化器 嗯哼哼 就這樣 喔所以你每一缸都有打 氧氣 對因為會覺得 有被誤換啦 因為裡面的活體 以黑殼蝦養的比較多 嗯哼哼 會讓他們在 夏天的時候 如果缺氧的話 有氧氣的話 他們存活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就一直放著一直放著 因為氧氣打了 對水草鋼 應該不會有任何影響 假如打太強的話 可能就是浪費掉一點二氧化碳而已 對 可是對於裡面的生物 或者是水草而言 它反而是說 它有充足的氧氣 那浪費一點二氧化碳 我覺得就是 OK啦 因為二氧化碳便宜 哈哈哈 了解了解 那你今天 希望羅賓幫你改的 鋼是哪一鋼呢 呃 橙木鋼 然後還有這一鋼 因為我會比較想要 呃就是 當我在翻閱一些 荷蘭市造景的書的時候會覺得 我會先 自己在造景的話 我會先把 不同顏色的草先區別開來 然後再生長的速度 前後快慢 然後 都出來了以後 往往到最後面 不懂的修剪的話 都會變成雜草鋼 所以會想要叫羅賓 就是 教我們就是如何去修剪 或你想要的形狀 例如圓形 或者是斜角 或者是一些 如何去擺放它的一些 景深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 了解 然後細沙鋼的話會覺得 怎麼樣都覺得 還少了一點 然後又很想翻 可是又翻 又不知道我要翻怎樣的鋼 好沒關係 這一鋼的話啊 我會覺得是說 你底床部分 可以增加一些草皮的那個感受 然後上面的話 我覺得可能中間這一根 會有點 嗯 太搶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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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那這樣的話 中間這一整蟲 會覺得太過於茂密嗎 還是你覺得 因為它已經成長到一定的 茂密度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能要 把其中一部分的 拔一些掉 只用拔的就好 那我用拔就好 對 拔的話 因為你修的話 可能針對 假如說它要太厚的話 你可以用修的 那用拔的話 可能會比較自然一點 哦 我了解 修的話可能你 在短暫的期間之內 會有點類似我們 剃光頭 剃光頭 會牽醜 一兩個月 我了解 那假如用拔的話 你只是稍微把它 那個拔起根毛而已 那感覺上面 就比較不會覺得說 啊 我怎麼這一鋼顯得就是 光兔兔那種感覺 了解 好不好 那會很期待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 對這一鋼來進行改造 好 這個的話 我們原本是要把它做鋸掉 後來把這個沉木整個移 移上來之後啊 會覺得說 這樣子把它改成水路 有一部分的沉木上去 然後再加上那個 我們的塵馬 用低流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可以變成 有一個高松起來 然後這邊 順下來之後 然後這邊再種草皮 這樣感覺你會覺得 一秒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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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在改的時候 不一定要做到多複雜 而是要讓整個景色 更簡單 了解 這才是重點 真的很簡單 而且我其實本來 一開始 射鋼 我是想要這樣的感覺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玩了玩了就會變那樣 OKOKOK 好啦 那我們就 開始進行 改成 一部分是水路 然後這邊是草皮的工程 好不好 開始動作吧 開始動作吧 開店 整理 開始動作吧 開店 你快速開店 好 好 紅 開始 妳 謝謝 快速開店 開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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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洋 那我們改造了另外一缸之後呢 這一缸你是想要怎麼改 然後你遇到什麼問題 希望怎麼解決 我因為我修剪本身就不是 本來就比較不好 所以我希望可以學習 看是如何修剪 除了對半剪水草之外 還有哪一些方法 例如檢驗 剪圓形剪弧形 或者是剪斜線